小孩乌化用什么药 陈丰 综合内科 主任医师 小孩乌化的用药呢 这国家儿科呢 在乌化治疗方面 几乎每两年都要发一个关于乌化的指南 那么近期的指南呢 就是推荐使用就是乌化的用药 实际上也是有限的 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经常用乌化的药 就是乌化的激素药 就是使用的是布里奈德这种 它比那个以前咱们使用的第三米松 可能更好一些 它一般不通过局部吸收 而且作用的效果比较肯定有效 第二类呢 就是我们使用的这种平传的药物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 像沙利安醇 特布塔林和义柄脱锈胺 再一个呢 第三个就是抗病毒的无法吸入药物 就是干扰素 第四个呢 就是推荐使用的 它就是化痰的药物 就是乙线半肝胺酸 那当然这些药物呢 还是建议在医生 专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因为它使用的瓶子和剂量 都是跟年龄相关的 跟你的疾病相关的 不同的疾病和它的选择和配物是不一样的 另外像过去使用的第三米松 病毒素和青纳梅素 现在都不再推荐使用 专家提示 一 物化的激素药使用的是不滴耐德 一般不通过局部吸收 而且比较有效 二 平喘的药物有沙丁胺醇 特布塔林和义柄脱锈胺 四 抗病毒的物化吸入药物是干扰素 三 化痰的药是以鲜半光氨酸